怪事年年有,今年特别多。在这场乌克兰战争当中最大的冤大头,被美国忽悠惨了的欧盟又开始做死了。在欧洲议会刚刚高票做出决定,要求北约敞开大门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后,欧盟还用投票决定的方式,认定俄罗斯就是卡霍夫卡水电站的凶手,从而要求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打击行动。 如今的欧盟已经开始同仇敌凯,将俄罗斯正定为欧洲共同的敌人,不惜代价也要干倒的敌人。6月17日,欧盟外交部长傅雷利对外宣布,欧洲必须要为一场新的战争做好准备,并且要开始加大武装欧盟,以应对随时而来的战争。 欧盟开始为和俄罗斯之间爆发正面冲突,做准备了。要知道这个傅雷利可是北约的外交部长。 比起欧盟主席冯德莱恩,这个傅雷利还是相对理性的。 如今傅雷利亲口对外宣称,欧盟已经开始做好战争的准备了。 由此可见,欧洲开始为和俄罗斯的战争做准备了,让乌克兰火线加入北约,就有可能意味着是整个欧洲和俄罗斯战争。 但是欧盟的这些议员们还是在肆意玩火,助推乌克兰火线加入北约,同时也把整个欧洲推入到风口浪尖之上。 此前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克对外放话称,如今的北约武器弹药库将被耗尽。 北约国家必须尽一切能力,加班加点生产武器弹药,以满足乌克兰战争的需要。 6月18号北约秘书长在一次对外声明,承载各个成员国的努力之下,北约武器暂缺的情况已经得到缓解。 北约将会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大量必须的武器弹药。 北约的意思已经释放得在明白不过了,那就是北约仍然有能力, 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。 欧盟国家在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同时,德国也宣布,对于在乌克兰战争当中,被损毁的鲍尔坦克德国将及时填补空缺。 就是说鲍尔坦克被俄罗斯击毁一辆,德国就为乌克兰增加一辆。 不得不说,德国为这次乌克兰战争可谓是倾尽所有,不但为之经济损失数千亿美欧元,同时更是成了整个欧洲,援助乌克兰武器弹药经费最多的国家。 以至于外界纷纷猜测,德国这是在利用乌克兰之手玩一个借刀杀人,让俄乌之间自相残杀,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。 从这两天俄罗斯举办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,也能看出如今的欧盟和俄罗斯是事成水火,中国、印度甚至美国等国家纷纷组团参加。 但是你猜怎么着,此前和俄罗斯经济联系紧密的欧盟,竟然没有派出一名代表参会,宁肯用美国以及印度的高价油,也不用俄罗斯的廉价石油,宁愿从美国进口高价天然气,也不从俄罗斯进口护美价廉的天然气。 看来欧盟和俄罗斯的疙瘩是彻底解不开了,而马上都是要召开的北约峰会了,在欧洲国家的权力助推之下, 原本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法国和德国,在压力面前会不会态度大变,最终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,从而让北约正式加入到和俄罗斯的正面战争中来。 可以说这不但关系到整个欧洲的命运,也关系到国际社会的命运,以至于外媒纷纷惊呼,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吗? 看到欧洲这样如此决绝地加入,到反俄大军之中,此时焦头烂额的拜登勒的鼻涕跑都出来了。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蹂躏,此时的乌克兰已经人困马乏,随时都有崩塌的危险。 而美国急需扶持起来另一个炮灰国家,加入对抗俄罗斯的行列。 而如今在欧洲国家当中,像什么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,早就已经与摩权擦掌跃跃欲试,主动保名当炮灰了。 本来和这场乌克兰战争毫无关系的欧盟,在被美国强行拖上这场乌克兰战争之后,可能还是觉得自己被美国害得还不够惨,竟然开始主动地往火坑里跳了。 一、已无退路,欧洲又要打一场大战。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,在俄乌战争当中,美国一方面大量援助乌克兰武器弹药,另外一方面又阻止其他国家援助俄罗斯,相当于让乌克兰打一场代理人战争。 其目的就是延长俄乌战争的时间长度,削弱俄罗斯的力量。 甚至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表示,如果美国和北约集团无法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,那么来自东欧和波罗的海的部分北约成员国,或将会单独派出地面部队,直接下场到乌克兰参战。 俄外交部独联体国家第二次司长伯里修克表示,乌克兰军队正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境,集结一支规模庞大的联合部队,试图探测白俄罗斯边境的防御能力。 俄罗斯方面已经表示,如果来自北约和乌克兰的威胁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将会果断组成联军,击退乌克兰和临近北约国家的进攻。 还表示希望乌克兰和北约国家有一定尝试,不要在白俄罗斯方向进行军事冒险,因为那样做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,俄白联军将会采取果断行动。 在军事上,白俄罗斯军力确实存在很多问题,无论怎么打都不是乌克兰,波兰和波罗的海联军的对手,白俄罗斯一直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咽喉。 所以在苏联时期,其实就重点建设。 所以现在的白俄罗斯军队,其实就是苏联时期军队的直接继承。 但是现在的白俄罗斯军队武器装备比较老旧,缺乏先进战机和导弹。 白俄罗斯军队,虽然有坦克和步兵战车3200多辆,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。 但是,绝大部分重武器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产品。 很多人可能对俄罗斯、乌克兰、白俄罗斯这三方的力量对比没什么直观印象。 俄罗斯有1.45亿人口,超过200万武装力量。 乌克兰有4000万人口,60多万武装力量。 白俄罗斯只有900万人口,最多7万武装力量。 但是,白俄罗斯却面对着来自北约的巨大军事压力。 有三个北约国家直接与白俄罗斯接壤,而且是青衣色的铁杆反俄国家。 一打起来肯定是乌克兰和多个北约国家一起围攻白俄罗斯。 现在白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被波罗的海三国、乌克兰和波兰三面包围。 白俄罗斯战略形势非常恶劣。 一旦白俄罗斯方向爆发战争,俄、罗斯军队也面临极大困难。 俄军地面部队主力大部分都在俄乌战场。 如果俄军参战,出动部队多了,就会造成俄罗斯西部和北部地区兵力进一步空虚。 俄军参战部队太少,则对战况起不到作用。 二、俄军早有准备,参战的都别想活命。 对于蠢蠢欲动的北约集团,甚至乌克兰军队,俄罗斯早有准备。 首先,俄军将再次扩军至少35万人增加兵力。 其次才是重头戏。 普京宣布已经开始在白俄罗斯部署核弹, 以及发射核弹的米格、31战机和伊斯坎尔德导弹, 保护白俄罗斯空域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,建立俄白联合指挥中心。 卢卡申科更是直接表示,如果敌人入侵白俄罗斯, 那么,白俄罗斯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打击敌人。 虽然很多人认为白俄罗斯不可能发射核弹, 白俄罗斯确实不会向乌克兰、波兰、立陶宛发射核弹。 但是白俄罗斯完全可以在自己本土,引爆一颗2万吨级战术核弹, 打掉所有敢于冲进白俄罗斯本土的北约士兵。 有白俄罗斯的存在,白俄罗斯军队, 就可以看住,从波兰到波罗的海,三国数百公里边防线, 保护俄罗斯的侧翼安全。 有白俄罗斯存在,俄军就可以在北线始终对乌克兰保持压力, 牵制乌军北部军区部队。 白俄罗斯军队如果进入乌克兰作战, 发动进攻战役,那白俄罗斯军队没有一丁点用处。 白俄罗斯去掉边防等不能动的, 能出国作战的机动兵力,有两三万就不错了。 而且白俄罗斯承平日久, 不像俄罗斯,解体后还真刀真枪干过好几个硬仗。 军队战斗力和装备妥善率都很成问题。 但是如果是本土防御战, 白俄罗斯可以集结起三十万现役和预备一部队, 再加上战术核弹。 伊斯坎尔德弹道导弹和米格三十一战机, 白俄罗斯虽然整体还是很弱, 但是也可以横咬北约集团进攻部队几口。 波兰和立陶宛等国, 想打下明斯克,也没有那么容易。 事实上是不会符合结合。 感谢观看